下士升中士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 那下士升中士没有资格啊 你只要站到缺就可以升了 下士升中士不需要任何资格 不需要任何 你不用说什么去士高班士正班 你不用这么大功几次 你不用考基优等都不用 你下士升中士只要下士阶里面表现优良 去调任中士缺 你就可以升中士了 所以下士升中士是不需要任何资格 那就是因为不需要任何资格 所以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如果我是中士 我有士高班 我有士高班 那你我就具备了这个资格 另外一个没有士高班 我完全不用理他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升 有资格可以让你升的 你可以自己稍微掌握 如果今天那个要升上去是没有资格的 只有看长官说哪一个人很优秀升上去 那就完蛋了 说不定我真的很优秀 但是长官不喜欢我怎么办 他喜欢另外一个怎么办 我没办法升啊 但是呢 今天如果大家都是中士 我有士高班 其他人没有 长官只能让我升嘛 因为其他人没资格嘛 所以呢 没有资格的晋升 才是最困难的 就是说 今天有 这个上位 你有正规班 就可以升少校 少校你有陆军学院 可以升中校 中校你有战争学院 可以升上校 那请问 上校要有什么资格 才能升将军 没有耶 没有耶 所以没有资格的晋升 才是最难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你讲说 下士生中士 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没办法掌握 对不对 中士生上士 他可以掌握啊 至少我先去一个士高班嘛 让自己有学历嘛 那上士生士官长 也可以掌握啊 我赶快去士正班 我就拿到了要晋升的 基本门票啊 但是下士生中士 但是没有哦 你没有任何的地方说 你一定要让这个人生 没有耶 所以为什么说 中士这个阶层很重要 因为你晋升到中士 你就可以去士高班 如果你今天下士 你是不可能去士高班 没有人在报下士 去士高班的啦 招训规则里面也有写 你是现阶中士人员 才可以去士高班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哪怕自己 没有大学学历 我没有大专学历 我没有这个 以及证照 或者是我没有 秉级的相关的证照 或者是我没有普考 或公务员录取的资格 我今天当中士 我不需要这些 我确实玩士高班 我一样可以升上士啊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下士 你就算有大学学历 你也升不了中士 因为下士升中士是没有资格的 但是呢 你有大学学历 你是下士 你升了中士 你就算不去士高班 也有可能升上士哦 那你觉得中士这个阶层 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士高班不信升下士 没有 士兵升下士要去的 叫做除备士官班 他不叫士官高级班 除备士官班是士兵 要升下士去受的训 叫做除备士官班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除士班 那中士要升上士的话 他必须要去士官高级班 也就是士高班 那上士要升士官长的话 他必须要去士官长正规班 也就是士正班 所以这三个班队是不一样的 这三个班队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大家对国外旅游有兴趣的话 我的副频道是国外旅游的副频道 那这个副频道都会上传 我到俄罗斯这个国家旅游的相关影片 那如果大家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副频道 那相关的网址呢 都在聊天室上方 以及影片下方都有连结 欢迎大家订阅 谢谢大家 士高官的话是长官决定的吗 而目前所有士官的晋升 调职受训奖励 陈储 初步都是要由士官评议会来做决议 来做决议 也就是说今天旅集的人事科 跟我这个营级的营士官长讲说 营士官长 你们营上这一次士高班可以报一个去受训 那我是营级的士官督导长 我就应该要去跟人事事讲说 我们最近来召开一个送训的士官评议会 那送训的士官评议会里面 就会把中士接可以去受训的人员 弄成一个候选民部 那候选民部里面就会由各连的士官督导长 以及营部联的士官长副台长 组成的士官评议会的委员 来签选看要让哪一个优秀的中士 去受士高班的训练 所以呢 目前为止各送训都是由士官评议会来决议 但是呢 营级的主官当然有办法去否决 这个士评会的相关决议事项 因为士官没有行政权 你不能因为你开会 这个人要去受训他就去 没有 你必须要通过营长的这个决定 你今天把案子送给营长 营长批了那这个人就去了 那你今天把案子送给营长 营长说这个人很烂 你再去重开再去重开 可不可以 可以哦 因为士官他没有行政权 只有军官有行政权 所以今天 营长说不行 这个人我不同意 你们再去重开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初步决议是由士官评议会来做决议 挑选出一个人员 来让营长看要不要让这个人去受训 要不要让这个人去受训 有士高班明天学历可以记录知记分吗 士官可以啊 可是士高班是等同专科学历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有专科学历 你也有去士高班的话 那你就只能加两分而已 那你如果有大学学历 你又去士高班没得加分 没得加分 除非你有大学学历 你又去这个士正班会加两分 这可以加两分 所以你要看你的阶层跟你民间学历比上是不是同一阶 那如果第一阶的话你就没得加 连那两分都没得加 也就是说你今天有士高班 你会整个成绩加10分 因为你会从70变到80 这个差很多 你如果只有高中学历 你去了士高班 你会从你的学历的成绩 原本最低的70分变到80分 因为高中跟士高班是跳出了另外一个成绩 专科跟士正士高班是同一个成绩 但是你如果只有高中学历 但是你去了士高班 那整个会倒出10分 原本是70分变成 原本是70分变成80分 那你如果今天有专科学历 你又有士高班 你就变成84分 你就变成84分 就是这样的整个分数的计算是这样 分数的计算是这样 后群一样吗 你说士高班士正班后群也不一样 一样啊 只是你去受训的地点不一样 例如你是步兵基部的 你去的士高班是步兵训练指挥部 那你是装甲的就去装甲兵训练指挥部 那你是后勤的你就去平正的后勤训练中心 你是去士高班的地点不一样 但是你就是要去士高班才能晋升上市 当然啦 你要晋升上市的方式也有很多啦 除了军中的学历 你也可以用丙级或乙级的证照 或者是专科以上学历 或者是公务人员普通考试的资格 这都可以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对没错它都可以 可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心在军中发展的话 一定要先以军事学历为优先 这种进修班队或深造班队一定要去的 你不要每次说 我拿我的丙级证照来晋升可不可以 那你一定要用丙级证照 你就不能去受训嘛 那受训这么爽 你为什么不去受训 我还是觉得啦 以我一路制约役17年多 我看到的整个状况 我还是建议大家 先以军事学历为主 你要去补民间学历 你要去补你的证照 你要去补你的什么东西 等你拿到军事学历再去补 会比较好了 如果你硬是要用 那个其他的东西来进修 除非你真的是那个专业专长 不过我还是觉得 就算你是专业专长的职业 你还是要去受市高市政班 会比较正统一点点 这个是我提供大家的参考 对啦提供大家的建议 供大家做参考 所以现在市高班 现在只有在职中士人员可以参与受训 对啊 不然呢 你说你在民间你要去受市高班 那当然不可能啊 你当然是要在部队的人员才可以啊 你在资料专业不行哦 你在陆军 你如果今天是中士 你去陆军张科学校受训的过程 你也不能报市高班哦 对啊 只有现役的中士 你可以参加市高班的训练 只有现役 你在外面你不能说 那我现在在大学的时候 先去把市高班学历补起来 那我去军中不就不用市高班了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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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 啊 又 稍等